元宵节即将到来 人家说过年过年 过完元宵才算是过完年 这次杨梅和龙潭区 就推出了多项的精彩活动 有百年历史的迎古董 接财神 还有精彩的老鼠取亲表演 要带给大家充满欢乐的元宵节 8号在龙园宫 也会举办千人宝贝的比赛 总奖金高达15万元 元宵节快要到来 也代表年节也即将结束了 为了让大家在数年 可以好运数不完 龙潭和杨梅区 就特别举办了庆元宵活动 除了有彩街绕镜之外 还有超强卡式的晚会表演 现场还有丰富的摸彩活动 另外千人宝贝活动 最高奖金高达15万元 要大家一同来接财神 今年的元宵节 除了在老街西畔 举行光之桃花园的桃园灯会之外 我们在龙潭跟杨梅 也举行了具有传统特色的文化庆典 其中在龙潭举行的是 迎古董接财神的活动 这是龙园宫 传统的百年活动 大概缘起在日本的昭和时代 包括龙潭的上街下街的居民 用这个迎古董的方式来互相揶揄 形成一个特色传统 为了讲好消息 让更多人知道 两个驱宫所也特别举办了记者会 开场由老鼠迎亲队伍出场 让现场充满喜气和欢乐 而这些团员可说是来头不小 都是当地的里民 他们是透过专家的指导 利用环保蔬菜来制作道具 成为庆元宵活动的亮点 这一次我们参加所有的团员 平常都是社区的妈妈或者是夫妻党 平常利用下班时间工作之余 家世忙完的时候 大家一起来练舞 大家当然出来练舞 每个人都非常的快乐 身体也健康 家庭当然大家因为跳舞在一起 所以大家就很高兴很幸福 都和乐融融都变成一家人 系列活动将从5号下午登场 一直到9号 其中最让大家期待的百年历史 迎古董接财生 除了既出高儿奖金外 还推出嘉年华活动 分为古董主和创意主 从三岁幼儿到八十岁的长者 都有主队参加 要大家一同来观赏 这些大小朋友们的表演 桃园有些新闻 董雨菲 桃园采访报道